人到中年才明白 兄弟不共财 姐妹少往来 一起来听 肖伯纳曾说 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和失败的地方 它同时也蕴藏着甜蜜的爱 年少时 有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 一家人在一起围炉团聚 就是最大的幸福 当岁月悄然而逝 父母渐渐老去 兄弟姐妹 便是家种最深的牵挂 兄弟姐妹之间 永远是割不断的血脉相连 剪不断的手足情深 但再好的感情 也经不起肆意消耗 矛盾多了 新的距离就远了 再亲密的关系 也需要保持分寸 兄弟姐妹之间 尽量别做这四件事 避免反目成仇 第一件事 兄弟不共财 共财断往来 莎士比亚讲过一个深刻的观点 钱是一根伟大的魔杖 随随便便就能改变一个人的模样 深以为然 谈钱最能看清一个人的真面目 大多时候 人性经不起利益的考验 感情迈不过金钱的关卡 兄弟姐妹之间 一旦有了钱财上的纠葛 难免会有翻脸的一天 看过一个故事 丈夫急用钱 却发现存折里只剩一万元 原有的二十多万 不翼而为 于是便去询问妻子 妻子表示 钱被自己取出来用了 当问及钱的用途时 却支支吾吾不愿说明 最终 在婆婆的质问下 她终于坦白 弟弟买房缺首付 把二十六万都给弟弟了 而这二十六万 是夫妻俩省吃俭用 多年攒下的创业资金 不久后 一次家庭聚会 丈夫提起还钱一事 弟弟不可思议地问道 当初说好是你们赞助我的 怎么还需要还呢 此话一出 一家人争吵不休 丈夫指责妻子 帮娘家人没底线 妻子抱怨丈夫太小气 弟弟怨恨姐姐和姐夫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最后 夫妻二人闹到了离婚的地步 姐弟之间也撕破了脸 不再来往 翻脸看似是一瞬间的事 其实矛盾的种子 在很久之前就种下了 俗话说得好 亲兄弟 明算账 理不清的账 就像是看不透的人心 越纠缠 越杂乱 越牵扯 越难断 金钱面前 感情一碰就碎 与其牵扯不清 不如各算各的 不管多么顾念手足之情 都应该尽量减少利益上的往来 这才是维持感情最好的方式 人与人之间 事事拎得清 才是最高明的处事方式 第二件事 不说闲话 不管私事 中国有句古语 说人是非者 便是是非人 而真正的智者 往往都能做到 静坐长思己过 闲谈 莫论人非 不说旁人闲话 不管他人私事 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教养 兄弟姐妹之间相处 更是如此 前段时间 电视剧新居热播 顾家姐弟的相处模式 引发全网热议 在顾清瑜的认知里 自己是顾磊的亲姐姐 教育弟弟是分内之事 但他忘了 顾磊早已结婚 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再去插手他的家事 就是越界 他不仅经常嘱咐顾磊 要提防弟媳冯小琴 甚至还会在其他人面前 说弟媳的闲话 时间久了 冯小琴积攒了满腔怨气 和顾磊的婚姻 也变得一地计谋 直到最后 冯小琴又一次听到顾清瑜 挑拨理解 他一怒之下摔门而出 顾磊急忙追出来 却不幸意外摔倒身亡 顾磊的离世 让所有的矛盾彻底激化 冯小琴对着顾清瑜怒吼 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用不着你在这里指指点点 顾磊的死就是因为你 你永远不知道 一句闲话 会给别人的生活造成多少困扰 你永远猜不到 丢了分寸 会引发多少感情世界的灾难 心理学家武志宏曾提到过一个概念 江湖逻辑 大意是说 没有边界感的交往模式 模糊不清 就像江湖一样 混成一团 兄弟姐妹相处 最舒服的状态就是 孰不于举 最好的距离 大地正是 亲而有见 觅而有疏 何而不同 眉眉与共 第三件事 忘恩负义 不断索取 齐和夫说 对于轻易能得到的东西 人们往往不会珍惜 因为得到的过程太容易 于是就把一切 当成了理所当然 长此以往 伸手就变成了习惯 恩情都被遗忘在了脑后 不禁想起一位网友 讲过的亲身经历 家里开了间小商店 每当逢年过节时 父母都会给亲戚 送点小礼物 表示心意 由于大伯前些年 做生意欠了很多债 父亲平日里 也会对大伯格外照顾 给他们家送过不少东西 谁曾想 原本的好意 似乎被当成了 得寸进尺的理由 隔三差五 大伯一家就会来店里 白吃白拿 从最初的一瓶醋 一个牙刷 到后来的爆走整箱零食 东西拿得越来越顺手 大伯却从未有过 半点付钱的举动 刚开始 父母每次都会笑脸相迎 后来因为拿的东西 实在太多 损失太大 便要求大伯记账 可大伯听到之后 非但没有一丝愧疚 反倒大发雷霆 痛骂我们不讲情意 没有良心 随后 他又在亲戚面前 散播造谣说 我们给大家送的礼物 都是过期食品 从那时起 两家人彻底反目成仇 这层血缘关系 也几乎不复存在 任何人际关系里 最怕的都是 利用他人的善意 成全自己的私心 兄弟姐妹之间 总会有人富有 也会有人贫穷 不能因为别人 比自己过得好 就进行道德绑架 把所要当成习惯 消耗珍贵的善意 不能因为别人 不求回报的付出 就得寸进尺 把贪婪当成精明 遭他珍重的恩情 人情凉薄 人心难凑 亲人之间的帮助扶持 本就难得 唯有好好珍惜 勿忘人恩 才能不辜负 每个对自己好的人 不辜负每一份心意 第四件事 不翻旧账 不争对错 晚清名臣 曾国藩教导子孙后代 家运之兴旺 在于和睦 孝道 勤结 其中排在第一位的 便是和睦之道 而和睦 正是一个家幸福的 关键所在 如果一个家庭中 争吵声大过欢笑声 那么家里的温度 往往都是冷冰冰的 电视剧小舍得理 张国立饰演的 老父亲南建龙 一直渴望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聚会 可女儿男丽和妓女田玉兰 却水火不容 三言两语就能吵起来 每次聚餐时 大家都是笑着走进家门 带着满腔怒火摔门离开 热热闹闹的开场 冷冷清清的结束 老父亲看着这剑拔弩张的家庭关系 心里失落不已 林肯曾说 亲人不睦 家必败 家是讲爱的地方 不是讲理的地方 兄弟姐妹在一起 当斗争取代了和气 伤的是父母的心 毁掉的是家庭的风水 面对家人 不要总是翻旧帐 不要总是针对错 浴室多沟通 矛盾不过夜 多一点包容 就少一点仇恨 大事商量 小事原谅 互相尊重 彼此谦让 才是一个家 最好的家风 人到中年 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 一家人聚在一起 彼此之间无怨恨 有老有小 有说有笑 有柴有米 有锅有灶 比得上财富万千 余生 经营好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心怀感恩对待每一份情意 亲人一场 有今生无来世 再不好好珍惜 只会留下无尽遗憾 愿家人平安无恙 家中欢笑常在 好了 感谢你的聆听陪伴 明晚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祝你晚安 好梦 也祝你健康 平安